日本独卖新闻独家披露 至少有44名日本籍研究人员 参与了中共千人计划 还有些研究人员在本国获得大量研究经费后 再到中共军队相关大学从事研究 并获取高额经费 日本政府拟于今年效仿美国 推出一系列监管措施 日本独卖新闻1月1日独家披露 有24名日本研究人员承认参与了中共的千人计划 另外20人则是从日本各大学官方网站 或设施者个人网页等 得知他们参与了中共的千人计划 日本和美国的技术都不想取得到 如果有些公司没有办法 那些公司就应该要修改了 政府也认为中国企业 政府对日本政府政府欧席的交易 工程和政府要求 这些公司的企业 市民选业政策如何 どういうふうに 日本独卖新聞報導指出 日本政府有意參考美國制度等 擬於今年推出一系列監管措施 包括要求日本研究人員 在參加海外的人才研览計畫 或是接受外國資金的時候都必須公開 報導迅速引起熱議 網民譴責聲浪不斷 包括希望公開研究者名字 要求日本政府盡快出台制裁措施 以及制定防限碟法案等 希望看到日本學術會議的公開回應 新唐人日本記者站報導